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繼續和大家更新一下澳本通關的相關資訊 根據政府公佈 14日起任何口岸離境人士 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証明 就只需要符合目的地要求 如果目的地是無相關要求就不用出示核酸檢測 亦都呼籲市民出行之前 留意及配有目的地的核酸檢測證明要求 而應變協調中心的提醒 澳門由於經過豬澳聯防聯控機制協商 所有經過豬澳口岸的入境出境人士 都要有24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才可以給它們出行 暫時這邊延長多7天去到10月21日24時 就看到我們出外應該方便放寬了 但是去豬海方面仍然都是24小時的核酸 可能就有兩個原因 第一可能擔心疫情經過豬海和澳門兩邊 大家互相影響到 這個會不會一個很重要的點呢 我覺得現在來說 就不會是一個很重大的因素 反而另一個點我覺得機會率比較大些 講緊就是這個水貨的問題 因為如果你現在是不用24小時通關核酸 再加上你出關是可以給你無限次出的話 我相信澳門關這裏馬上就會迫爆 是大量水客每日出入很多次的 我相信到時澳門的旅客數字一定會直線上升 為什麼呢?因為有很多拿著探親證的人 就拼命地在那裏行的 他拿著探親證入到澳門他的身份就是旅客 只要他一日內可以走10次的話 他就已經為澳門的旅客數字提供了10這個數據 但是這一類的旅客就應該不是我們想要的旅客 因為他們唯一會在澳門消費的就是水貨店 但是水貨店賺到的錢會不會來澳門市場呢? 這個我真是不清楚了 水貨商賺錢對大家有沒有一個很大的得益呢? 這件事大家自己思考一下 雖然有些人是因為沒東西做可能會去走水貨 但是啦!你說貪親情那些一日可以走這麼多次 就真是非常之過分啦! 好啦!我們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下面留言啦! 我們就下集再見啦!拜拜!